藏色散人生魏英的时候,正好遇到清衡君偷偷带着清衡夫人回家乡祭拜仙人,此时的清衡夫人也怀着蓝湛,同样接近临盆。 四人住在同一家客栈,先发动的是清衡夫人,藏色散人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声音,紧张得羊水也破了。 同一个客栈同一个夜晚,两个孕妇同时生产,让这个小客栈都慌乱了,不过庆幸的是两个娃娃都顺利出生。 手忙脚乱中,两家的吻婆在清洗宝宝时,换错了衣服,也因此两个还未睁眼的宝宝也被自家父母给抱错了。 清衡夫人和藏色散人本就是旧时,多年不见,如今还同时生产,两人觉得两个孩子的缘分不浅,相约如果将来孩子相处不错,可以考虑结为亲家。 因为此次出行是在蓝家不知的情况下偷偷出来的,所以清衡夫妇不等休整,简单休息一下就急忙赶回蓝家。 回到蓝家后,清衡夫人含泪吻了吻还未睁眼的孩子的额头,然后不舍地看着蓝启人将孩子带走。 三日后,被命名为蓝战的小卫英睁开眼,又黑又圆的大眼睛,好似带笑的桃花眼看得蓝启人心软得一塌糊涂,小蓝焕也很喜欢这个弟弟。 正好小蓝焕在学习家规,每天都要给弟弟背上一遍家规,可惜弟弟好像不太喜欢家规。 每次听见家规,就开始哇哇大叫,这让小蓝焕有些苦恼,也让蓝启人有些头疼。 小侄子不喜欢家规怎么? 婴还一天一个模样,清衡夫人在见到孩子的时候,已经是孩子满月宴后,被围观一整日的小卫英已经睡了, 但是感受到清衡夫人温暖又带着龙胆花香气的怀抱。 小卫英睁开了她的大眼睛,对着清衡夫人咧开嘴笑了起来。 看着小卫英可爱的笑脸,清衡夫人又幸福又心疼,这孩子看起来就是个活泼的性子。 在蓝家戒律森严下,岂不是要吃好多苦? 看着看着,又觉得这孩子和藏色散人有些相似,不禁有些好笑道。 我的这儿看来,注定要和藏色妹妹家的阿英在一起了,长得都像丈母娘,真是从长相就开始讨好老丈人了。 匆忙一眼,小卫英又被蓝企人带走了,离去时小卫英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痛苦。 蓝企人以为小侄子不舍的母亲,虽然心疼,但是族中长老虎是单单,她只能很下心。 而正在脑中描画小卫英样子的清衡夫人也突然感到一阵心悸,总觉得有什么坏事发生。 可是被忧困在一方小院的她却无能为力。 三日后,蓝企人收到魏长泽和藏色散人出世消息,带着恶号蓝企人来到寒室告知了清衡君。 清衡君大惊。 想到自家夫人和藏色定下的娃娃亲,清衡君让蓝企人赶紧派人去寻魏家夫妇的遗孤。 小蓝湛也是在出生第三日睁眼的,这一双琉璃铜让魏家夫妇发现了不对,怎么自己的孩子会生得一双清衡夫人的一模一样的眼睛,用密法测过后,发现这不是他们的孩子,才知道原来两家人抱错孩子了。 但是藏色散人是早产,有些伤了身子,魏长泽表示孩子再兰家也不会有什么意外,不如等藏色散人养好身体后再去兰家换回孩子。 藏色散人觉得可以,就定下出了月子再去兰家。 魏长泽也发了一封灵讯给清衡君,告知孩子被抱错一事,谁能想就是这封灵讯引来了杀身之祸。 藏色散人生产那日,魏长泽和江峰年约了要谈谈流言仪式,没想到藏色早产,魏长泽也失约了,谁知江峰年却偷偷前来听到了两家定亲仪式,这让江峰年有些着急,担心魏家夫妇会因为孩子加入兰家,正想着如何在魏家夫妇身上做文章的他收到手下截获的魏长泽发给清衡君的灵讯。 江峰年不禁大喜,要是兰家的嫡公子对江家俯首称臣,岂不是江家就多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 于是江峰年在小蓝站满月的那个夜晚,用斜碎引出魏长泽,先用斜碎耗尽魏长泽的灵力,再让人围攻弄死了竭力的魏长泽。 藏色散人见魏长泽迟迟不归,心中担忧,将小蓝站托付给儒母,只身去寻人。 身体还未恢复的他也在江峰年的陷阱下含恨而去。 小蓝站则被江峰年收买的儒母连夜带离了客栈。 感觉到魏家夫妇离去的小蓝站哭了一整夜,远在姑苏的小魏英也哭了一整夜,被困在龙胆小柱的清衡夫人也辗转反侧了一整晚。 时间一晃而过了三年,清衡夫人看着越来越像脏色散人的小魏英,终于察觉到不对劲。 在一次一月一见孩子的日子,清衡夫人叫来了清衡君,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清衡君三年未见孩子,乍一看还以为蓝起人找到了魏家夫妇的孩子,却没想到这是当初自己抱回家的小儿子。 清衡君也带着疑惑测过血脉后,这才发现孩子抱错了。 大惊之下,他痛苦说出魏家夫妇已去,孩子不知所踪的消息,清衡夫人闻言昏了过去。 自家孩子被抱错,还不知所踪,这摸大的事也瞒不住了。 告知蓝起人后,蓝起人又气又怕,不敢声张,只能派出更多人去,偷偷寻找小蓝站。 清衡夫人醒后,哭求清衡君让自己出关去寻小儿子。 清衡君又怎能让身体已经开始衰弱的夫人出门颠簸。 他答应清衡夫人,他会亲自去寻孩子,一定会将孩子找回。 虽然小卫英不是真的小蓝二公子,但是这三年来,蓝家人看着他长大,对这个乖巧爱笑,又活泼得过分的孩子很是疼爱,虽然不是自家孩子,但他从小未见过父母,就成了孤儿。 长辈的错误怎能怪在孩子身上,所以蓝家人也没有告诉小卫英他的真实身份,还是一如既往地宠爱他。 小卫英虽然在蓝家长大,但是他的性子和脏色散人如出一辙,机灵好动,皮得很,蓝家的家规根本管不住他。 不过小卫英的天赋卓绝,三岁引气入体,六岁结单,再加上他可爱嘴甜,让蓝家上下对他又爱又恨。 不对,恨得只有蓝起人,他对总是捣蛋的小卫英头疼得很,但是每每看到小卫英泪眼汪汪地对着自己撒娇,他也只能五胸放过。 小卫英已经九岁了,人小鬼大的他,却对清衡夫人这个母亲依恋得很,可蓝家一个月只让他见一次母亲,他很不满,怎么撒娇都不能让那些老头松口。 小卫英就自己想出各种歪点子,再加上小蓝换全权爱地的掩护下,时常溜进龙胆小柱找清衡夫人。 藏色散人逝去,小蓝战下落不明,清衡夫人早就将小卫英视如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看着执着靠近自己的小卫英,清衡夫人既是欣喜又是心疼,欣喜小卫英对自己的亲近,又心疼小卫英被罚抄家规的手。 但是小卫英不管被抓过几次,被罚多少家规都还是执意要闯龙胆小柱,蓝家长老们都无可奈何, 更何况小卫英结单后身手更加机敏,想抓都抓不到。 为了让小卫英专心修炼学习,干脆撤了清衡夫人的禁止,让小卫英随时能见到母亲。 小蓝战被乳母带走后,被送到一个偏僻的小乡村里。 乳母受江峰年之托,一开始还是对小蓝战很失疼爱, 可是小蓝战一日日长大,却始终一声不吭,整日板着一张脸面无表情, 乳母怀疑这是个傻子,也就渐渐敷衍起来。 原本被送来给小蓝战买不品的钱财,也都被她用来买喝酒, 喝醉了还会对小蓝战骂骂咧咧。 殊不知小蓝战早会,冷眼看着乳母对自己的耍酒疯, 也记下罪话中透露出的丝丝真相。 小蓝战四岁时,被乳母推到大雨下淋了一身的水, 又被冻了一夜,发起了高烧陷入了昏迷。 等她清醒后,就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街头, 虽然疑惑,但是小蓝战也没有露出慌乱的神情, 只是静静地坐在街角,看着陌生的环境。 待坐一日,小蓝战感到了饥饿, 支撑起自已还低烧的身子, 顺着街上飘着的香味往前走去, 最后停在一个包子铺前站定。 乳母曾试着教导过小蓝战说话, 但是小蓝战不开口, 她没慎耐心,便不再教导。 因此,小蓝战看着香香的包子,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包子铺老板见一个粉镯玉雕的这儿, 站着自家摊子前久久不动, 好奇地问道, 孩子,你家大人呢? 大人,那个整日耍酒疯的乳母。 小蓝战摇摇头,没有开口。 老板不解其意,又问道, 小孩,你莫不是走丢了? 小蓝战不明白老板的意思, 也不回答,只是看着包子。 看着一个面带病态的小孩, 这样望着自家包子, 老板有些不忍心, 给了小蓝战一个馒头, 道,吃吧, 吃完赶紧回家吧。 小蓝战接过馒头, 又看了好久包子铺老板, 才转身回到自己醒来时的街角坐下, 慢慢地啃起馒头。